新华社郑州1月29日电,记者贾启龙,记者,28日来到郑州东站。 从购票、进站、安检、后车,全程感受到了军人依法优先给出行的现役官兵带来的便捷。 我们按照要求在售票处、进站口、检票口和后车室等,高标准落实军人依法优先。 郑州东站站长张惠钦说,记者看到,军人依法优先的标识牌,均被安放在站内的醒目位置。 售票大厅的每个窗口一侧,都设置了一条官兵直达购票窗口的通道。 北二、南五等两个客流量较大的安检口,都专门开通了军人通道,后车大厅东西两侧屁静处。 分别开设了一个军人后车室,军人后车室内干净、整洁。 墙上贴着入党誓词和军人誓词。 三名官兵静静地坐在软椅上,边看电视边后车。 没想到军人后车室环境如此温馨、舒适。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卯炮兵屡下市持续兴说,军人优先带来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瞬间爆棚。 记者了解道,为方便军人应急出行上车补票。 郑州东站值班站长室,按照进站口出示证件说明情况,值班站长服务台,办理上车手续,军人后车室出示证明进站程序。 确保军人应急出行。 每年春运,我们还主动了解驻证部队官兵购票需求。 多方协调尽力满足官兵需求。 对应急出行的官兵,也可由我们开具相关证明。 送他们进站上车后再补票。 春运高峰时,我们每天要送近百名过往官兵上车。 解放军驻郑州东站军代处主任张祥介绍。 除此以外,军代处还为现役官兵,提供事务招领,中转保障等各项服务。 前几天,驻西藏某部一名战士训练不慎摔伤,全身大面积骨折。 在送北京紧急救治时,需经郑州中转或西情况后, 军代处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驻战军代表秦璞和赵国斌抬着单下,将受伤战士,一直送上高铁列车。 28日下午,记者还分别踏访了郑州站、郑州西站。 各战军依法优先为官兵出行提供了绿色通道,2018年12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在台湾台南科技园区工厂工作的菲律宾人,杰尔姆·巴贝尔这Omba贝尔, 身穿相有亮片的的低胸红色洋装,戴着红色耳环和金色假发,前往菲律宾商店。 那一晚,巴贝尔参加了一场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 从十一宁男扮女装的家里中脱颖而出,摘下后关。 这是一场非常另类的选美比赛。 比赛由在台南经营菲律宾商店的老板娘伊扎贝尔·埃斯伯赫韦,一手策划。 而参赛者,则全是在附近工厂上班的男性员工。 2018年12月30日当天晚上,吸引了近200名外籍劳工到场观赛。 这场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 参赛者清一色都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异性恋男子。 经过练习,学习女性特制。 现场唯一的台湾观众黄威荣,向BBC中文表示。 当天现场挤满人,很多进不去的人,只能站在马路上,透过窗户观看比赛。 他表示,这场比赛看似同志选美。 但其实这些候选家力,大部分是很man的直男。 选美过程比照正式比赛。 有开场五点演讲点台一点晚宴庄等十分专业。 且要扎下后观,必须内外兼具。 因此除了外表和穿着,临场反应也是评分项目。 因此机智问答是比赛非常重要的环节。 黄威荣 机智问答的问题很有深度。 像是政治及跨性别议题都是题目。 他举例,像是你对跨性别议题的一键点,应需要优先解决的社会问题,点国家预算如何使用。 黄威荣也分享令他印象深刻的才艺秀。 是一位加利在现场涂鸦创作。 以海外菲律宾人,OFWA为中心的文字框。 周围写上,家庭点未来点教育点钱等字。 表达菲律宾人赴海外工作的关键原因。 依扎贝尔说,选美比赛的环节和问题,都是他的想法。 目的是要办一场真实的选美比赛。 活动主办人依扎贝尔对BBC中文表示,举办该比赛是要帮辛苦在台湾工作,生活苦闷的菲律宾移工。 找些娱乐。 同时也希望能做公益。 他说,选美比赛观众自由购票。 当作嘉丽奖金。 剩下的钱全数捐给菲律宾流露街头的孩子和孤儿院。 他强调,就算没买票也能参加。 活动现场也提供许多免费食物和饮料。 结合公益纯税,是希望能赋予活动更多意义。 这场选美比赛,共募集11万批所,约6,4万新台币。 得到冠军的嘉丽,获得新台币1万元奖金。 事实上,这是第二届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 经营菲律宾商店的伊扎贝尔表示, 参与活动的人都是他的客人。 过去每一年他都会举办活动。 像是免费美食或唱歌比赛已回馈客人。 不过前年开始,他决定做点改变。 希望再举办更大型的活动。 赋予活动更多意义。 因此才萌生举办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的想法。 平日在工厂挥瀚工作的菲律宾劳工欧提Resty Otis, 选美比赛这天负责担任摄影师。 有多年婚纱摄影从业经验的欧提, 是首次受邀拍摄选美比赛。 欧提向BBC中文表示, 我接到电话时,实在很开心,也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选美比赛。 他表示,透过拍摄选美加力, 让他有机会,继续为摄影事业继续磨练。 到现场拍摄前,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如何拍摄选美比赛。 他告诉BBC中文, 这次选美比赛富有公益性质, 能参与其中。 他觉得非常幸运。 他说, 现在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大家都非常享受。 菲律宾社会热衷选美。 从小学开始就有选美比赛。 每每全球选美比赛时, 全家大小更会守在电视前面。 为菲律宾加力喝彩。 上个月刚落幕的第67届环球小姐 Miss Universe, 由24岁的菲律宾加利卡特利, 安娜格雷卡丽套娜 Gray, 摘下后冠。 替菲律宾抱回第四座环球小姐冠军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也公开祝贺表示。 他是整个菲律宾骄傲。 菲律宾人热爱选美。 与菲律宾的神话有关。 菲律宾大学人类学教授 内斯特卡斯特罗·涅斯特卡斯特罗 向BBC中文表示。 菲律宾的亚当与夏娃是 马勒卡·麦罗克斯 和马加达·麦格德 分别代表强壮和美丽。 因此, 菲律宾人从小就认知。 女性就等同乌美丽, 而美丽是值得被欣赏的。 另外, 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 每月五月会举行神圣的十字架 加年华游行活动。 她重现海伦娜皇后Renee Eleanor, 寻找耶稣的十字架的故事。 菲律宾各村里, 就会选出最美丽的女人。 作为海伦娜皇后, 卡斯特罗分析。 菲律宾的家庭文化, 也间接使得人们热爱选美。 她向BBC中文解释。 菲律宾的母亲扮演重要角色, 被称为家庭之光Elo and Tohanom。 她说, 菲律宾民族英雄黎查托斯Raiso, 就曾说过, 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就是我的母亲。 在台湾的外国劳工, 以东南亚国家占多数, 包括印尼点、越南点、 泰国及菲律宾等国, 总共超过70万人在台湾工作。 他们所从事的多为出街劳动或照护工作, 社福及产业界为大宗。 据台湾官方统计, 看护类工作印尼及劳工占期成多, 共近27万人。